那我们还是一样使用这个销售统计 2017-09-19上次做的这个范例 只是我们开一张新的工作表 来请点这个新的工作表 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叫做预测 预测在我们讲义 应该是第29页 其实资料科学家将来在台湾的地位会非常高 而且会越来越高 您看他可以让川普选上总统 他做了很多很多的资料分析 然后资料科学家将来的收入 他们绝对会超过于 例如说医生律师 所以好好的去把这相关的资料做好 那我们现在先来观看一下什么叫做预测 为什么说资料科学家将来越来越重要 因为他其实不是真正具有预测能力 而是他因收集好了相关的资料 把之前的相关资料收集起来 收集好之后呢 然后借由过往的知识 过往的这些资料 然后得到一些行为模式 然后把或者是经验 然后把这些行为模式跟知识 把它记录起来去做知识管理 然后接下来呢 训练好得到这些知识之后 供未来各期的参考 您看一下 假如说今天我知道各期得到的一个销售的金额 那当然在这个地方要特别请大家注意 这个各期一定要是指一个连续的资料 举例来说什么叫连续资料 在我们既有的维度里面 日期它就是属于连续资料 例如说1月1号变到1月2号变到1月3号 这是连续的 那如果说你讲地区 比如说中国美国日本 这是这不能算是连续资料的 好一定要是在一个连续资料的状态 然后接下来它可以去 例如说我现在是希望预测 预测未来及其他的一个销售额 所以我们必须经由过往连续的时间 然后每一个时间点的销售额的资料 通通都要知道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怎么样去做到这件事 首先 因为我想要知道各期的资料 那各期的销售资料 所以接下来我就用order里面的order date 然后快点两下order date 它会放在蓝的位置 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呈现销售额 快速点两下销售额 这个资料2013年的销售 2014年的销售 2015年的销售额 2016年的销售额 这也算是一个连续资料的呈现 但是我们分析的时候 如果您只是拿四期资料来去预测 可能会不准 最好是拿更多期的资料 那刚好在这边我们有季的资料 就是2013年四季的资料 我们也有 然后甚至各月的资料都有 所以我们用月来去做推估 那当然预测的一个情形 也是以月为主 所以这边麻烦请点 从年点到季 季再点到月 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展现连续资料形态 最适合的是哪一种图 当然是折线图 你看哪一种图具有连续性 没有 就只有 其实还有这种 这种堆叠 堆叠区域图 但是我觉得用折线图来去呈现会比较适合 那如果说今天你们就要去思考一下咯 我们现在教预测 那如果我今天我想要去预测的是 例如说 大乐透的六个数字 对不对 那它的连续资料是什么 所以这都是需要我们来去好好思考的 那我们现在来去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我们画好了这张折线图 这张折线图如果我们来讲那个趋势 趋势大概我们可以画出来这个往上的趋势 可是刚刚为什么我是用月呢 如果说我今天用年的话 它也会有看到这样的趋势 可是会觉得它的一个什么 它的正确性 它的正确性是比较备受质疑的 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有一个统计的数值 就是R² R²这个值 就是假设我们今天用一个趋势线 滑鼠右键趋势线 秀这个趋势线 这边其实R²在讲什么呢 它就是在讲说 这值之间的差异 你看嘛虽然我这一期 我估出来的值是这个 跟真正的蓝色这边所呈现的值还蛮接近的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下一期的时候 它是不是就产生某种程度的错误 那当然好像回归到是这条线 没错 这是趋势线 那它的差异 我们就是用R²来去做一个叙述 对 对